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各位观众 大家好 我今天要和各位讲的是 我对社会人生的看法 有四点意见 第一 在审存上 我们要自由 人或在世界上 未定要审存 审存 而要有意义 怎么样子 是审存的意义呢 就是要自由 但是 这个自由啊 不能防御别人的自由 而来说 我要自由 要在准容别人的自由的倾启之下 自己的自由 那才是真自由 所以自由的意义 就是不要侵犯别人 别人的神明 我们不要侵犯 别人的财富 我们不要侵犯 别人的身体 名誉 我们都不要侵犯 第二点 第二点 在政治上 我们要民主 所以民主 不是说 我有权力 达到你 破坏你 叫民主 所以民主者 是要尊重别人 是要和别人能够构同 所以大家要保隆 那才是民主 所以今天 从事政治的人 彼此 好在对民间 都应该知道 民主的意义 要能够尊重 社会大众 那才是真正的民主 第一点 在出事上 我们要和平 做人出事 和平第一 但是和平不是说没有力量 和平没有力量 明白是不能 和得真正的和平 和平必须建立自己的 我有自身 我有才能 我能可以 这个名利 我能可以绑住别人 然后和人家 所以和平出事 第四点 我们在生活上要幸福 人 当然都希望自己幸福快乐 但是幸福快乐 不是说竟在别人的痛苦的上面 幸福快乐 是大家一起幸福 大家一起快乐 才是真的幸福快乐 所以我对于社会人生的看法 第一 在省存上 我们要自由 第二 在政治上 我们要民主 第三 在出事上 我们要和平 第四 在生活上 我们要幸福 都要求您的家 从哪里 都要求您的家 从哪里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